大小姐 怎么了 你让我查那个乞丐 经常停留的地方 我都查到了 都抄写在书房里 是不是 现在去看看 这个稍后再说 见人要紧 跟我走 去哪儿啊 她得跟我走 你是什么 把手放开 我家妹妹 岂如你亲我 妹妹 我只知道 她曾经是个乞伴 什么时候成你妹妹了 不关你的事 手拿开 张董董 你们在做什么 快去救大少爷 诺 快去救大少爷 诺 诺 莫若飞 他为什么会在这儿 大小姐 你认识她 今天我们抓住的 就是这个人 那你们的确抓错人了 他不是联谊客吗 老爷 小心 他是四大家族之一 京城莫府大少爷 莫若飞 他的身形和联谊客 也不相符 不可能是联谊客 倒是 他现在出现在西州府 肯定也是来找人的 你刚才说 你已经找到那个乞丐 经常出现的位置了 对 对 大少爷 你们两个留下 给我盯紧莫若飞 诺 师父和莫家 在争观影流通权 如果我们能杀了他 也算是立下一件大功 你跟我一起继续追捕 莲仪客和那个乞丐 大小姐 药林庄已经把莫若飞给抓了 为什么不现在就把他给杀了 药林庄对我们明月山庄 还有些用处 如果他现在死在这儿 跟药林庄必脱不了干系 如果要动手杀莫若飞 也要等他出了药林庄再说 属下明白 驾 爹 不见不见了 怎么会这样 刚才我跟莫若飞争吵的时候 他偷偷地跑了 赶紧把小姐找回来 诺 走 林庄主 刚刚跟我一起来的 可是府上的小姐 对 可是她告诉在下 她曾经是个乞丐 前不久才到药林庄当丫鬟 这怎么就成了府上的小姐了呢 这是我药林庄的私事 不便对外日言 请莫公子多多见谅 是莫莫唐突了 既然是药林庄的私事 在下就不多问了 等剑山的伤好了 我们就离开 在这之前 还需要多打扰几日 是府中的下人有错在先 我身为庄主 身为惭愧 莫公子不必客气 管家 老爷 把莫公子照顾好 如果有什么差错 我拿你试问 诺 赶紧把这门修好 老爷息怒 我这就去办 去看看大少爷 有没有找到划布棄 如果没有找到的话 再多拍些人手 一定要找到他 好的 老爷 爹 人找到了 有没有人呢 我那级要上盲罚 老爷 再不然认识吧 让我上在屋子里啊 我真要上了 林 林老爷 药林庄对你不好吗 你为什么要逃跑 老爷 您千万别误会 老夫人收留不弃 不弃感激不尽 药林庄的人 也都对不弃很好 只是不弃听见 那小贼说要回来报仇 不弃身怕连累了大家 所以才 原来如此啊 你放心吧 如果 谁要是再找上门来 我就打折他的腿 谢谢老爷 可不弃出身卑贱 长得也不是很好看 实在不值得 老爷您这么喜欢 您不用再为不弃 做那么多了 就让不弃离开药林庄吧 喜欢 我就不瞒着你了 免得你胡思乱想 传闻 七王爷命人拿着画像 来找他失散的女儿 你和画像当中的人 有七八分相向 你很可能是七王爷的女儿 你在府中好好待着 事情弄清楚以后 我就把你送到七王爷的府上 我可能是七王爷的女儿 老爷 您肯定搞错了 我从小跟着九叔乞讨 我是小乞丐啊 你和那画像有七八分相向 至于搞没搞错 那得七王爷才能看清楚 那万一七王爷认定 我不是呢 那我不是要被砍头了吗 七王爷不是那种 不讲道理的人 肯定不会砍头的 如果不是 你就再回药林庄 来当五小姐好了 不会被砍头的 你放心 千万别再乱跑了 那 不是 老爷 我 九叔 我该不会真的是 那个七王爷的女儿吧 难道九叔是皇宫里的人 该不会像那话本里说的 九叔其实是皇子 本来要继承王位 但是被人追杀 争权夺位 七王爷未保遗孤 所以假装我是他女儿 九叔 我怎么觉得事情 越来越大了 她的身份 越少人知道越好 如果有人问起 就说是我新受的义女 让丹沙交她礼仪 免得她见了七王爷 再唐突了七王爷 诺 什么 爹受了那个小乞丐为义女 还要我去教她礼仪 不行 这不可能 我不想闻到她身上 那股狗臭味 免得熏孕了我 小妹 爹这么做 一定有她的理由 什么理由都不行 我可不想和她住在 同一个院子里 小妹 小妹 她极有可能 是七王爷的女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